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 综艺天王吴宗宪今天将在小巨蛋举行第二场演唱会, 曾经担任5566、陈乔恩等偶像经纪人的孙德荣, 亲自花了4500元买票来支持, 甚至说,我是来炒拜未来的台北市长。 并说吴宗宪上山下海,了解民间疾苦, 是吴,吴,色苍选。 孙德荣想供吴宗宪选台北市长, 并说,他置如行销功力强, 你看他把女儿、儿子都推销出来。 另外孙德荣也大赞吴宗宪, 如果要募款,肯定比现任台北市长科匹更厉害。 另外孙德荣提到,如果吴宗宪当台北市长, 到时候试一会质询一定会变得有趣。 孙德荣并说,如果吴宗宪要选市长, 他不会当幕僚,要当志工。 吴宗宪被拱出来选台北市长。 记者胡顺祥社,孙德荣, 吴宗宪演唱会。 记者王文林社。